好,来看到台湾爆发随机杀同案的案件 社会对于Face再度引发热议 而东吴大学的学生林勇为导演的短片 以另类的方式来讨论Face 在美国的世界民族电影节上面是大放异彩 而且还涌夺了最佳剧情短片 电影的总监也亲自出席来领奖 希望得奖能够鼓励年轻的电影人不要放弃梦想 支持废除死刑的律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太太被陌生人杀死 为了替太太讨回公道 对杀人犯要不要判死刑 律师陷入了天人交战 东吴大学德文系学生林勇为导演的短片审判 用另类方式探讨Face的议题 在美国世界民族电影节100多部电影中脱颖而出 永乐最佳剧情短片 这导演呢他我看过他以前的作品 就觉得哇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才华的年轻人 但是没有钱所以拍出以前那个有点就是鸟鸟的那种作品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可以帮助他 然后用一个很好的故事一个题材来铺陈 让他去发展的话 说不定得奖机会很高 所以这一次也真的很顺利地得到这个奖项 我们觉得非常的开心 审判电影的监制 是郑匡宇亲自出席电影节走红毯上台领奖 为台湾电影第一次在世界民族电影节上大放异彩 首度参与电影制片就得奖 他开心的要与林勇为分享这份荣耀 而当初投资两万美元不到的经费 三天半的时间完成拍摄 收获超乎想象 我们同时还入围了法国尼斯影展 那另外还有一个叫Lift Off Lift Off是一个从英国起家的 然后现在他跟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的不同的策展人一起联盟 包括东京 新加坡 马来西亚都有 所以那个影展我们也入围了 它是一个online线上的一个影展 参转不断 还入选了今年砍成影展的短片角落单元 郑匡宇表示希望透过投资拍片和获奖等方式 鼓励年轻电影人追求梦想 让他们美梦成真 也预祝审判能够再度的获奖 让台湾的电影在世界舞台上发光发热 东京新闻 魏宽 吴中国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